10月8日,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邦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快乐 那双节黄金周已经过去了 努力工作,多赚钱 今天你上班了吗? 那A股呢,我们现在一直在修饰 可是外盘呢,挺热闹 你看港股嘛,这不周末 人家又传来了一个新消息 说以后呢,什么台风啊 这些东西他们都不修饰了 这不就是全天后干了吗? 那港股呢,受此影响,高开高走 而且港股恒生指数涨了1.58% 我们恒生国企指数也上涨了1.47% 这个看看我们能不能跟涨 那再说周五的外盘 周五外盘美股神奇般的大逆转 你看,道指还涨了0.87 纳指也涨了1.6%啊 这是大涨 标普也涨了1.18% 并且标普结束了四周的联姻 结束四联姻 我们中概股呢 中概股全线上涨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可涨了2.6% 这个可不少 看看我们开盘能不能跟 欧洲那边呢,也是出现一个扑障 我们A股在这能不能跟他往前进一步 就看周一 那黄金和原油没有形成翘翘板 你看,原油83美元 黄金呢,也指了跌 现在是1850附近 人民币现在还是在7.3那块 还是挺高啊 咱们指的是贬值还是挺那个的 那我们现在外汇储备 现在是3.1万亿美元呢 这个8月份 从8月末到现在 已经降了400多亿美元 那么我们人民币 为什么现在给这紧的紧的 不升起来呢 一直在贬值 因为说我们外汇高 如果借此机会往下减减 是不是我们也能赚一点 实际跟这个没啥关系 咱们指的是 这是来回的波动是有效性 那我们看看盘面上的细节啊 大家自己看一眼 上证指数像15分钟啊 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包括120分钟 都是序列重排 但是日线出现一个底背离形态 那么我们再来看上证50指数 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包括90分钟 序列重排 120分钟 周一开盘 序列就开始出现低的了 那日线和周线级别 也是序列重排 那再说科创板 科创板 30分钟那个位置 有一个顶背离结构 90分钟 周一一开盘 就是序列的高九 那日线级别呢 也出现一个底背离的结构 再说生成指 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序列重排 120分钟和日线 现在是一个底背离形态 创业版 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包括90分钟 现在是序列重排 120分钟和日线 有低点结构 周线开盘 再次出现序列的低九 大盘下周到底怎么走呢 我们怎么应对 由于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中午 有一个策略会 主要讲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你第一时间就能靠收款到 我发的视频了 再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 阿尔尼诺呢 造成了糖的产区 产量下降 国际的糖价格 已经创了13年以来的新高 再说 说有预计到2024年 全球5G手机的渗透率 将超过72%啊 这个很好 那再说巴以那方面 不开始那个冲什么图吗 多个人员伤亡 这是个大事 看看怎么化解 那再说 10月6号这一天 美大洋彼岸那边商务部 又对我们的实体啊 又搞一个什么什么实体清单 这个可不好 那借口又种种 这次呢 又说咱们跟鹅怎么地了 看看对咱们这后续有什么影响 这个东西会发酵的 说说咱国内的消息方面 首先呢 护身交易所一起出来说了 说现阶段呢 A股不好实行 这个T加零 原因是实际没有成熟 什么时候成熟呢 再说工信部 邓在统筹 要把我们的电信业 向民营资本开放 而且分步骤 分阶段 推进的呢 像这些卫星的 尤其是互联网业务 这个的准入 正在实行一个改革 那再说黄金周 这是房地产方面的 上海一些新楼盘的认购 正在攀升 那位说又开始排队了吗 是啊 而且认购率 说达到了 百分之五百七十多呀 这可厉害 那再说合肥 也是公积金吗 房子的新账 延长二手房的 贷款的年限 同时呢 买绿色建筑的 贷款额度 还上升百分之二十 厉害吧 再说我们国家 标准委嘛 等六部门 现在联合印发了 关于城市标准化的 行动方案 那再说 中秋国庆长假 现在呢 我们国家 就是日平均 有140多万人次 出入境 那位说 那大家都该往外跑了吗 国内还没游够呢 就往出吗 人家是高端 大气 有档次 那好 再说深圳 正在推进 这些个运输工具呀 包括装备 这些低碳的 一个转型 预计到2025年 一些个新的 新能源类的 尤其是清洁能源类 这些个车的比例 要达到60% 那再说吉林 又推出了16项行动 这16项呢 要打造万亿级的 叫旅游产业 你像吃啊 穿啊 行啊 玩啊 游乐等等啊 这是六要素 看看能怎么样的推 再说个爆雷的 建业集团嘛 现在正在声明 而且呢 说否认 他们正在什么啊 有一个什么什么 破产的报告 无风不起浪啊 人家都说了嘛 说有9800多亿的东西 贷款 现在预期没有还上 还不说 还有700多亿的利息 没有还 那看起来 这个破什么产 看看后续怎么发酵 好 以上是早报报的主要内容 大盘下周怎么走 我怎么进队 我中午用策略会 我是古邦 喜欢的家观众 我们中午策略会 见